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看王一博在巴黎时装周的顶级待遇 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内鱼之光 王一博2024春夏大秀造型引爆网络 这个网站载入史册这不是小编说的 这是巴黎时装周外媒对中国艺人王一博的报道 巴黎时装周大幕落下 一厢丽莹只醉金迷各路才子家人都已退场 但是余热 未消 尤其是一度掀起近40亿讨论量 热度报表 被各路媒体和时尚圈博主聚焦的大热人物王一博 还在被持续关注中 而就在随后向Morings Facebook和油管三平台更新的群像视频中 封面均为中国艺人王一博 在被Vogue评选出的巴黎时装周最时尚明星105位中 王一博更是作为内娱唯一男星入选 注意 是唯一 没有之一 且是唯一排名在前20的内娱艺人 前往参加巴黎时装周的内娱艺人不少 男星也不少 但是入选的只有王一博 且媒体关注度 舆论热度也似乎都集中在这个年轻人身上 对比其他艺人墙里粉丝狂欢 墙外无声无息 时尚多主无感的状态 王一博却仅仅一个话题就已经接近20亿阅读量 而总热度更是已经40亿阅读量 巴黎时装周 一项待遇算不上好的内娱艺人 在王一博这里破了壁垒 Shinell2024春夏预告系列未发布款 力压同台韩星 为内娱大大的长了一次脸 而从LA到东京 再到巴黎 Shinell对王一博的爱也是越来越热 高定真品珠宝 赞助拍摄电影 各种超级超超级成衣手穿 策划与Caroline D. May Grant 拍摄微影片 获得时尚圈的十分肯定 一年三次大秀带着全球刷脸 邀请去香奈儿女士的旧居拍摄 给到中国艺人很难拿到的待遇 可以说 Shinell对王一博的宠爱 直接的真的让人羡慕不已 待遇是别人给的 面子是自己正的 相比某些人粉圈自嗨的顶级待遇 营销号通稿吹出来的热度 吹嘘做CEO旁边 国外任爷爷等等骚操作换来的一时热闹 王一博靠着自己扎扎实实的电影 实际天赋的时尚潮库和个人实力 魅力影响力被顶奢品牌顶级待遇 这种顶级才是真的顶啊 业务能力才是别人拿不走的资本 王一博说过的话 他自己一直在用事实和行动践行着 这样的王一博才是真正的内鱼之光 外媒生图镜头下的王一博 状态很真实 网友太普了 在很多时候有一个问题 让人思考不明白 那就是男孩子应该是怎样的 有的人认为男孩子应该帅气十足 也有的人认为男孩子应该稳重大气 由此可见一千个哈姆雷特在一千个人心中 都有着不同的形象 外媒生图镜头下的王一博 但更多的人认为男孩子应该稳重大气 这是其内在所应该拥有的底蕴 但稳重和优雅 这两个词语虽然说起来简单 却不是普通人就能轻易驾驭的 就连很多明星都难以做到 因此到10月6日 王一博的生图流出后 不少人感叹原来明星也很难做到十全十美 因为外媒生图镜头下的王一博看起来 和精修图中的他完全不一样 要说精修图中的他五官精致 看起来就像个洋娃娃一样 那生图镜头下的他 看起来就没有状态那么好了 因为他的面貌上看起来非常的疲倦 似乎最近经历了不少事情 眉目之间并没有精修图中 那么好的精气神 让人总有一种他不高兴的感觉 并且当天他还染了一头的白发 这个发型对他来说似乎有点消化不亮 因此照片中的他看起来 显得苍老了不少 而额头也显得非常赠光瓦亮 状态很真实 让人不禁非常担心王一博的发际线 要知道发际线上移之后是非常难以恢复的 就算直发也只是掩盖住这一情况 而不会让头发重新长回来 但也有网友觉得生图下的王一博状态很真实 如果一直看精修图的话 不管是谁都会产生审美疲劳 只有看到生图才能让大家明白 明星也是有普通一面的 如果明星没有普通一面 并且十全十美的话 那网友恐怕都要担心明星是真的还是假的了 毕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出现 这看似似乎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却也是一个难以改变的事情 网友 太普了 而他的穿着则更加让人们好奇 因为他看起来似乎穿了一件女士的外套 这件女士的外套虽然在他的身上 看起来并不违和 但是肩膀之间还是显得稍微有一点拥挤 因此很多人都觉得这件衣服其实和他并不合适 甚至显得他太普了 毕竟在大家印象中 王一博的形象是非常的帅气 也非常的抓人眼球 这一点从他的众多精修图中就能看得出来 但生图却暴露了相反的一面 让所有人都觉得他太普了 而这里所说的普 是指形象长得很普通 能在镜头下显得普通 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事情 要知道在以前没有美颜的时代里 很多的明星都是靠自己的颜值 才能大家的目光吸引住 但现在随着美颜的出现 很多明星都不再靠颜值吃饭 因为修图之后大家都长得非常好看 所以失去美颜之后 很多明星都会露出自己的真实状态 这也是为什么王一博的形象会被网友吐槽普通 但不管怎么说 他的成就也是外人无法比拟的 所以希望他在以后的日子里事业发展得更加顺利 生活也更加的美好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